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投票 今天又拍攝大包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這兩晚都打了足球重貝的賽事 理論譜作客Sarlesbury 昨天也有說過Sara有一個比較沒有好的回憶 結果一如所料 他沒有正選上陣 但是後備有入體 結果呢 真的不要說什麼 結果利物浦二比二打和 要再重賽 首先利物浦上場 射了一個很漂亮的入球 15分鐘又打開記錄 然後46分鐘 Sarlesbury的Donald Love有一個自入 利物浦領先2比0 下半場 Sarlesbury的球員 Jason Cummings 入了兩球 65分鐘有一球12碼 另外75分鐘再入了一球 結果追成2比2 要擇日重賽 我們看看This is Anvil 這個媒體 就報道了高普 在這場足球重貝之後的一些資訊 題目就是高普說 他在這場足球重貝的重賽的時候 不會帶領利物浦 為什麼呢 即管看看這場足球重貝的重賽 高普會找到他的副手 Neil Crisney 帶領著一隊年輕的利物浦 去踢這場足球重貝的重賽 原本這場比賽 他們本身都出了一些很年輕的球員 去對這個Sarlesbury 打得最好的就是他們的守門員 Adrien 現在Sarlesbury 將會在重賽的時候 去到眼飛路去踢這場比賽 原來高普作為利物浦的領隊 都未試過 贏了第四回合 進入第五回合 這個真的 我都不知道 這個重賽大約會在2月5日 或者6日的星期 正正出現了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週末正正是一些 英超今年新客實行的 Winter Break 即是冬季休息期的 那個星期 高普在賽後的訪問的時候 就說得很清晰 克里 是U23的教練 就會像聯賽杯一樣 對著維拉那場球一樣 帶領著利物浦 去踢這場足球重貝的重賽 高普就說 這個當然不是完美 即是不是一件好的事 但這個是上年的4月 我們明明收到英超賽會 他說他記得應該是4月 收到英超賽會 就說我們應該要尊重 這個Winter Break 即是冬季休息期 我們不應該去安排一些國際賽 或者任何競爭性的比賽 在這段時間 我們利物浦就是尊重了這個決定 我也早就跟我們的球員說 他們是會有的 這個Winter Break 這個冬季休息期是一定會有的 所以我們唯有現在的辦法 就是用一些年輕的球員 去踢這場球 即是說他們的一隊球員 基本上就會真的休息 就會派出一些年輕的球員踢 包括高普自己也要休息 所以就找Krisley 還有可能U23的教練 Krisley比較熟悉球員 所以就找他帶 他就說英超或者誰都好 就不應該在這個時期安排比賽 但高普也說 當然我們也有責任 因為100% 我們為什麼要踢這場中賽 因為我們已經答應了球員 會有個放假的 但沒辦法了 我們這場球贏不了 所以答應了這場中賽 但我自己就真的 不會喜歡這件事 我們始終很難去這樣做 所以我們唯有用這個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Krisley會帶領著一群 都相當出色的 利物浦的年輕球員 去踢這場球 正正就好像上一次 聯賽杯對維拉那場球一樣 不過上一次就是因為 要踢世界冠軍球會杯 今次就是因為 因為利物浦答應了球員 以及球員 值得要有一個冬季的休息期 即是一個多星期 利物浦就會在兩場球中間 會有一個禁止 包括2月1日對收藍頓 以及2月15日對駱惟治 高普繼續說 我已經是兩個禮拜前 跟球員說了 他們會有這個冬季的休息期 我們就不會踢這場重賽 他再重申 一定會找些年輕球員去 然後他就說 其實球員 不是完全是放假的 因為他們雖然 不會去到訓練場地 不會去到Malwood那裡訓練 但是他們每一天 都會有一個流程 他們要怎樣去自己訓練 例如他們要做一些跑步的訓練 要做一些體能的訓練 這個他們都會自己去做 所以作為足球員 其實他們雖然不去Malwood那裡訓練 雖然不會踢足球 但是不代表他們 不會保持自己的狀態 那麼高普這個決定 有些人一定會說 這樣是不尊重Sarlesbury這隊球隊 即是他們的對手 也都會有人說 可能未必尊重Sarlesbury 但高普這個決定 很明顯是他要答應了他的球員 以及他的編述部 即是他的相信的事情 他們一定要繼續做 尤其是 我想高普最重要的說出 就是他去年明明是英超那裡 說過給他們聽 這段時間是真的要休息的 因為球員的確是需要時間休息的 不應該有競爭性的比賽 OK 剛剛那場 即是竹種杯的 第四圈賽事對Sarlesbury 其實下半場 高普已經嘗試 找他的正選球員 包括Muhamel Salah和費明盧出場 希望可以贏到比賽 就不用再重賽 但很可惜 這場比賽仍然都是以2比2去完場 所以Sarlesbury 就有這個機會 會去到這個安菲魯重賽 支持者 已經希望球會 可以在接下來的球票 可以減多些價 因為始終 利物浦都不是用一隊去踢 而是用U23去踢 即管看看如何 但作為利物浦的球迷 我想這件事 都是他們關心的之一 但有一個可能他們更加關心的事 就是關於文尼的傷勢 我們Football London有一個報道 他的題目是說 文尼沒有在剛剛那場 竹種杯的賽 18人的陣中 原來有些少許受傷 利物浦就不會 找這個機會 讓文尼再次受傷 所以18人的大軍 就沒有文尼的名字 他現在等著 要做一個 要照 照完之後的結果 是怎樣的 他的大腿筋是有點受傷 在踢完狼隊 踢完狼隊那場比賽的時候 他就有受傷 31分鐘 在那場狼隊的比賽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點受傷 也就是Mina Mino 剛剛加盟的入籍球員 就上陣代替了他 當時來說 利物浦是先以1比0領先的 現在場球都贏了 所以利物浦仍然保持在英超的優勢 好了 長波完結之後 星期五 記者就問 Gopo 究竟雲林的傷勢是怎樣的 當時那一刻 Gopo說 應該掃描還未做的 他做完掃描之後 應該會打給我 但他現在還未打給我 但是這位27歲的進攻球員 就很大機會 接下來那場英超的保賽 對韋斯岩的比賽 星期三晚 就未必會跟隊去 踢球的了 甚至乎 跟著那場 對修咸頓 都可能會 未必上陣 老實說 雖然 雖然 利物浦今季的 賽事表現相當出色 但是文尼 也是在進攻球員來說 最穩定 和表現相當出色的一位 如果文尼的傷勢 真的令到他 有一段時間 不能夠 踢球的話 對他們的不敗紀錄 以及對這個 希望可以除了英超之外 取得歐聯 這方面 就肯定有一個影響 OK 在歐聯的16強裡面 高普的大力利物浦 就會對著馬體會 文尼在三成一場比賽 入了15球 今季 如果真的他踢不到的話 左邊的進攻 就真的要考一考 高普如何安排 但是另一方面 雙兵方面 尼米浦都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基達 可以回來訓練 甚至乎 在沙爾斯堡那場 足盃 是坐在後備直上高 大致上就是這樣 足球今天的節目差不多 多謝收看 拜拜